新火全城六十载 藏立于1961年的东华三院黄菲南中学 多年来秉承东华三院全人教育的宗旨 建立勤奋进取关外融合的校园文化 着重学术、创艺、健体和生命教育等学样 令学生有全人发展 我觉得黄菲南中学的同学者 第一,他们勤奋好学 我们黄菲南的同学 他们全部学业成绩都非常优异 我觉得这个原因是源于他们对于学业的坚持和追求 第二,多财多艺 其实在这里我们黄菲南的同学除了读书之外 其实在这个田径体育 而且在音乐上他们的表演都非常好 这里我要多谢老师一直对学生的这个栽培和这个品牌 当然也加上同学对各方面的我的兴趣 所以其实除了一个学业成绩之外 在这个体艺上其实同学都有非常好的表演 第三,自书识礼 我觉得我们的同学来说 对于这个待人处事都很懂得大体 很懂得这个礼貌 这个都是源于我们的老师 对于同学在得力上 和这个价值观上的这个组织 所以其实我们的同学除了学业之外 自书识礼 都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 黄菲南中学除了着重同学的学业成绩之外 也都鼓励同学参加多些课外活动 帮助他们旷扶视野 发展前能 所以 We try to work together 去 invite, all the students to join some of our open events Soms of these events, might include the English Festival Qiz So, and English Fun Day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英文 Extracurricular活動 我們有英文 Speech Festival 為我們的經典歌詞 英文 debate team 為學生一直想寫 我們有公共語言 還有故事寫作 我們的學生都非常努力了 中文科會分為閱讀、寫作、說話和文化文學 在這些範疇中提升同學學習中文的興趣 學校會舉辦書香咖啡 這個活動由老師介紹書籍 分享閱讀心得 書香咖啡會與同學享用茶簾 和輪流分享 在寫作方面 我們會設立北南文青隊 有志於寫作的同學 他們會聚集一起 我們會研討一下 如何可以寫一篇更好的作文 另外學校會邀請一些作家 來到學校去分享一些創意寫作 或者其他的一些寫作技巧 學校都會舉辦一些考察團 上一團我們就去過台灣 我們帶同學去參觀一些文化遺跡 也會去看一些書店 我們會體驗一下二手書店是怎樣的 同學都會去實地享受閱讀的樂趣 黃花岩中學的同學 他們在不同範疇都有結出的表現 包括在朗誦節 他們在集中隊 或者是讀中二人朗誦的項目 都會獲得過不少的獎項 另外在辯論隊 都會有不同的獎項 在寫作方面他們都參加很多不同的校外的寫作比賽 都獲得不同的獎項 黃花岩中學中文科 未來將會重點發展的是電子學習 配合現時課程發展 和時代發展的趨勢 我們都會推動學生自主學習 另外我們都會推動電子閱讀的風氣 希望他們除了紙本 傳統閱讀的方式之外 都嘗試一下用一些電子資源 用一些電子書去閱讀 顧之然就會有多元化的時期活動 例如一些傳統的媒介 也會有學生特別感興趣的一些 新的電子元素 例如電繪、動畫、VR 也會離開課室去到外面參觀展覽 同學還會利用他們學習到的電繪技巧 幫學校設計一些紀念品 或者是學校的網頁都會用到同學的設計 考慮到今天讀我們時誼課程的同學 他們讀完六年之後 未來可能升上去專上大學 再讀多十年 才出來工作都隔了十年 所以他們現在學習的東西 希望可以配合到未來的工作上 比較有質重在電子配圖那裡 因為我們都看得到 如果是想到十年之後的話 我們相信使用電子的媒介機會會更加高 所以暫時都會質重在一方面發展同學的所長 除了學術發展 黃忽南中學也希望每位學生都動靜佳儀 因此相當重視學生在田徑、音樂方面的表現 所以我們在學校的三大發展重點項目裡面 我們的田徑、音樂 雖然我們在學校演奏廳也是一個規模的演奏廳 同學都可以在裡面發揮他們在音樂上面的操位 另外在設計上面 我們在四樓也有四間音樂的練習室 也希望有足夠的場地 讓同學在各項音樂的練習裡面可以做得更好 另外在天台球場裡面 也都已經用泰坦地鋪好了一個跑道 另外上面也有沙池 過往同學在教校社的時候 很多時候要去九龍仔公園去做田徑練習 現在已經節省了一些時間 可以直接在天台球場裡面去練習 所以近年我們在無論是東華三院的田徑比賽 甚至乎我們在D1裡面的田徑比賽 都獲得不錯的表現 我們學校一直都很重視音樂教育 希望藉著音樂的盤分 可以令學生除了知道音樂的音響能力之外 還可以鍛鍊到他們有毅力 自信心、自理能力和團隊精神 2001年開始已經實行一人一樂器計劃 每一個學生都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 可以選擇不同的樂器去學 可能可以是弦樂、管樂、聲樂 也可以參加學校的音響 也可以參加學校的音響 也可以參加音響 或者不同的樂隊去訓練 在東華三院和王市家族的慷慨支持之下 我們學校可以有不同的樂器 例如Styler & Son的Grand Piano 三個Octave的Marimba 兩套的Temperny 還有無數的音響樂器和吹管樂器 可以提供給學生 給學生練習和比賽 1979年開始就管樂團成立 管樂團一向都是黃弗藍中學的特色 到90年代 在音響的音響中 他們已經獲得全場的總冠軍 所以我們一向都很重視樂隊的練習 去到近年 近這幾年 可能也有不同的學生 都在校際或各樂園的比賽都會獲得冠軍 我想其實黃弗藍提供了最大的硬件 我想是在設施上 在設施上我們有一個很專業的演奏廳 音樂室 我們畫一些SAR 一些活動的空間 其實都是這支空間 都是給了我們同學 可以有一個很專業的位置 去做一些表演 排練 而我覺得第二樣 就是一些在樂器上的支持 譬如樂器上的資源 我們都會Saxophone 我們有很多的Top Model 其實這些Model 如果在外面琴行買 都會非常浪費 但是黃弗藍也是可以提供這些樂器給我們 其實如果我們同學 每一樣都有試過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體驗 我想其實跟黃弗藍中學的老師 最想說都是多謝 很多謝他們的栽培 和這麼招呼我 我自己是一個比較大頭蝦的人 但是真的很多謝每一個老師 所以當中都不斷堅毀我去給機會 跑、跳、澤是人類運動的基本元素 也是田徑最主要的範疇 現在有新的校舍 我們可以在體育堂 叫同學去用跑步機 或者用蛙艇機 另外我們都會定期有田徑班 足球班和籃球班 而田徑我們會特別著重它的發展 除了正規課堂之外 其實我們都會被低年班的同學 參加班霸杯活動 讓他們去接觸比賽 從而對運動產生興趣 其次我們還有更多更多的聯校活動 例如東華三宇的運動會 以及我們還有學界田徑比賽 東華三宇聯校運動會 其實我們已經去到 連續第十年獲得冠軍 以及其實我們本身每年都會有 海外交流團 可以令到本身的同學 凝聚力會更好 以及去見識其他國家的運動員的水平 另外除了田徑之外 其實都想引入其他運動 其實我們都想試試 同學可以否打高速 因為我們接下來的天台 都會重鋪地下 我打算可以變成一個人造草的草場 可以在上面打高速 當然不會打到很多動 只不過可以讓他做一個推桿的動作 其他之外 我們在天台其實已經在做了 亦都是鋪著網的工程 就是字網工程 我們都會發展射箭這個項目 我中四那年的學界 我那年學界的目標是破學界原油紀錄 那時我以為我準備十足充分 我最後只是拿冠軍 但去不到我心目中的成績 那時教員和周翔都不斷鼓勵我 另外有一位同學 可能因為安慰我而對我說 你明年一定是拿冠軍 破了紀錄 所以不要不開心 繼續努力 去到下一年我真的拿冠軍 和破了紀錄 雖然可能那句只是為了安慰我而說 但最後我也是因為他這句說話 以破紀錄為目標 繼續努力訓練 在我中五年破了學界紀錄之後 周老師就不是鼓勵的說話 算是提醒 他就跟我說叫我不要自悶 設了一個目標給我的 就是叫我成為港隊 就算在香港裡面 拿第一名出對國際的比賽 都可能是包尾那幾名 希望我不要自悶於在香港破紀錄 就是希望在外面拿到更好的成績 我也很感謝他們 這麼多年對我們的教育 他們也是有較無慮 沒有差別地教導所有學生 沒有他們多年悉心的栽培 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們 為了鼓勵學生參與多些社區服務 黃昏南中學定期會和不同的社福機構合作 學生透過參與社群服務 培養同離心 我們自己都覺得很重要 不是頭腦的知識 所以我們會提供一些實踐的機會 例如服務 我們都說每年的賣期 長者學院 義工服務 希望學生除了老之外 還有實踐的機會 之行合一 這幾年我們會發展一個大型的服務學習計劃 希望每一位方科的同學都可以參與到一些社區服務 而我們的想法就是透過社區服務 然後學校同學可以放眼這個社區 還有有機會的時候可以回歸社會 黃昏南的校社環境亦都與時並進 為了配合近年提倡的STEM教育 學校就率先引入先進的教材 提升學生的學習水平 近年教育局都會推動STEM 當中希望都培育到學生在21世紀的技能 從而去到當他們畢業之後 能夠在社會上有足夠的能力 去到應付未來的挑戰 即已經鋪設了Wi-Fi 也都買了一大量的iPad 來給學生進行一個電子的學習 也都希望在當中能夠培育到同學在自學的精神 以及透過現今的科技 去促進同學的學習 STEM教育其實代表包括有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其實這幾個科目接下來都是一些新的教育趨勢 我們其實準備了很多為學生去迎接將來多變的社會 我們首先會鞏固他們學習的知識 期望他們將這些知識融會貫通 應用在現實生活之中 也都期望他們可以將他們的創意實踐出來 其實我們學生每年都會參加科技大學一個橋樑示範比賽 同學就要用大會提供的材料去建立一個橋 同學在2019年很幸運 其實就獲得冠軍 另外我們也都會參加Loggo的聯賽 同學需要去建立一個Loggo的車 去完成一連串的任務 除了一連串的任務之外 他還要在當年的主題 例如太空的任務 或者一些智能城市的任務去做一些研究 我們未來的發展其實是集中在人工智能方面 我們就會舉辦一些證書的課程 同學可以認識人工智能 亦都會考取一些國際認可的證書 另外亦都會希望他們有一個很好的氛圍 期望他們未來在大學或者將來出去工作的時候 都是跟資訊科技或者STEM方面好好地發展 我們生物科其實是跟生活的應用很大關係 差不多每一個主題都會牽涉到跟生物有關的東西 植物、動物、人本身 所以我們可能會有一些遺傳學的東西 健康教育、關於環境、關於生態 關於各樣我們用作食物的成長 我們都能夠去涉獵得到的 所以透過同學去掌握學科上的知識 他們可以發現生活中很多東西都跟他們所讀的東西相關 生物科其實都非常注重實驗的探究 在實驗探究過程 其實我們很希望學生可以落手落腳去做 實踐剛才那些 其實我們會有很多的配合學科 以科學為本的實驗和一些實地的考察 例如他們會有一些種植的活動 有一些實地去到香港 我們自己本身不同的心態去觀察到不同的物種 他們的模樣是怎樣 或者他們原來跟環境的關係 這些都是我們覺得可以引發學生的興趣 每一屆中四的同學都會參加浸會大學有機資源中心 舉辦的全年度的有機大使 這麼多年參加 我們學校都是全港學校裡面最積極參與的學校 我希望各位同學都會繼續以勤劍中信為個人品德行事原則 我們60周年的主題就是全城開拓和玫瑰 我希望各位同學可以秉承著我們這個主題 一定要全城著學校優良的傳統 開拓自己的人生 繼而可以玫瑰社會 另外我也希望學校可以繼續幫助學生去開拓他們的淺能 亦可以好好地培養我們學生的自信心 和他們對學校的歸屬感 和作為一個良好的公民 幫他們奠定好一個根基 為他們未來作一個很好的準備 繼而是回歸社會 為我們的社會去建設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入口感 Work 形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